伊林凯沃两大模特儿公司呢 一早昨天就分开举行的开工拜拜仪式了 那么伊林模特儿呢是扮老虎装可爱 凯沃模特儿呢只是照样在资深前辈林志玲的带队之下来亮相 同门式帝软今天呢在偶像剧电影圈是这个演出大放异彩 让林志玲也许下了新的愿望 2010年呢还要努力的拍片 而且有机会要出唱片 春节后开工半年 凯沃明摩照例由林志玲领军上香起风 去年跟周董合拍的电影次玲还亲自填词开口唱歌 志玲姐姐的新年新愿望果然还是想要继续拍片 而且还想出唱片 我就是希望在电影上能够有更好的作品 然后当然也希望就是洪老师的期待 就是大家可以唱歌 对都可以出唱片 林志玲想要在大萤幕上再发挥 不过同门的师弟阮金天却早一步在电影manga里面大放异彩 演戏是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 就是很难讲 而且志玲姐姐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个表演者 所以对我来讲只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机会 跟更完美的发挥 但是林姐姐呢 你这样讲我想立刻演落泪的戏 莫泰尔不再只是走秀也得全方位发展 同样选择初九开工上香的还有伊林名模 一样各个都有新愿景 半年好像运势还不错对不对 嗯还好啦 但是都希望像就是那些命运老师长这样 对着镜头装可爱扮老虎 两大莫泰尔公司开工上香抢镜头 未来一年一样要互相竞争 今天晚上净点点小白台北报道 好